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 请坐 欢迎来到天津卫视非你莫属 我是托�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热烈的掌声 送给12位老板 本栏目由港容真蛋糕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真蛋糕非你莫属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活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求知者 因为本科的时候担任过许多职业 参加过不少活动 提高了我规划能力 时间管理能力 最重要的还是我有团队合作能力 如果说能进入一家大公司大企业 想向那个管理层面发展到 不断武装自己吧 还是继续学习 韩永慧24岁山东人 北京农学院硕士园艺专业 大家好 我叫韩永慧 来自山东远州 今年24岁 本科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 现在是一名硕士研究生 即将毕业于北京农学院园艺专业 我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女孩 生活中比较独立 大学四年的本科生活 丰富了我的语意 两年的研究生生活 又使我得到了更好的沉淀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想求的一份助理类工作 或者是偏执行管理方向的 管配生的工作 谢谢大家 沐老师好 来 推荐李游 永慧是山东姑娘 是这个学校里的标准的 多才多艺的好学生 他自在建美操队做队长 同时又是他们社团联盟的主席 他一个人管七个社团 他来应聘的职位 也非常明确 他要做助理或者是市场专员 永慧跟我讲 他说我的策划能力不强 但我的执行力很强 而且又有非常强的领导力 所以他坚信通过这条路 照样可以发展成一个市场总监 或者是市场副总裁 所以我推荐你 你很优秀 谢谢老师 你是农学院的硕士 但你的专业是原意专业 对 你为什么会选择原意专业 当时就是报考本科专业的时候 因为家里都不太了解这方面 然后就是调剂了一下 调剂了之后这个专业当时了解的感觉还不错 就位前途也不错 然后就去读了 它是分好多方向 然后里面有茶和花会什么的 整体挺喜欢的 然后现在的方向主要就是果树方向 是搞分子方向的 果树方向 对 还蛮偏门的 转基因什么的 转基因什么的 简单的说一下你做过什么工作好吧 好 在商场里面干过客服人员 做过手机 还有就是奶制品的临时促销员 做过商业演出的临时那个演员 还有 怎么演员 跳舞啊 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 都可以啊 都可以 你来一段我听一下 唱歌吗 你可以边唱边跳 在歌在舞 唱一首 听妈妈的舞 听妈妈的话 你暴露年纪了吧你 谁说唱 事实上只有妈妈好 我说的 那你先唱一遍 来 而且对你有个要求 你对着好隐唱 让好隐先感受一下母亲节的快乐 就要像对待自己的小妈一样 面向哪边 虽然没有为人妻儿子都这么大了 你看 好跳了 好跳了 谢谢张延 谢谢 一家三代人 一家三代人 妈妈你辛苦了 一家三口 允许你亲妈妈一口 这么好的主力 今天正好我母亲不在北京 就是代表这个全天下的儿子们 献给母亲一个吻 谢谢好隐用一下 好 谢谢张延 谢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 现在轮到你了 那我就简单 你绝对不能唱得比他差了 他已经唱得够差了 那我就简单唱几句那个 听妈妈的话吧 这挺好 挺好 听妈妈的话有肉食 听妈妈的话 别让她受伤 想快快长大 才能保护她 谢谢 我发现这个硝烟四期的舞台 只要说起有关于女人 或母亲的话题 刹那间就那么的祥和 所以以后他们一吵架 想想你们的母亲 你简单写同事眼中的自己 是一个多变女强人 对 那你从你过去的履历当中 给我们找一个 最能够证明 你是一个女强人的一个 对 就是 这个多变的话 就是说 我在工作中的话 就是比较冷静 比较沉稳 然后在平时的话 就可能跟熟悉的人 就是可能会大大咧咧的 就是一个女汉子嘛 这个女强人的话 就是因为我大一大二期间 几乎就没有过过一个周末 都是在工作 因为我同时担任了很多的学生职位 比如说团职书 社团管理委员会主任 李育队队长 以及健美操队队长等 所以说自己的大学生活 觉得过得特别的充实和丰富 然后在他们眼里 就是我就是一直 闲不下来的一个女强人 所以说其实你做的蛮多的是管理工作 对 然后我可以把一个 一百斤的女生公主抱 所以跟他们都是打成一片的 一百斤的女生 这么厉害 对 我可以把她 什么叫公主抱 就是打横抱起来 那个图蕾差不多一百斤 图蕾是一样 我不行 我一百六 我一百六 有一百的吗 我一百四 你抱一下马瑞 马瑞应该一百斤吧 马瑞也一百是吗 来来来 马瑞也差不多 来来 马瑞也 马瑞有那么气了吗 我一百二十 一百二 一百二 可以吗 我试试 你把你那甲值先拿下来 应该 可能不到一百二 一百一许多 那我可以先把鞋脱掉吗 可以 可以 谢谢 马瑞你也把鞋脱了 把上衣也脱了 这样剪较有点重 把手含在嘴里 大母哥 大母哥 不勉为其难 厉害厉害厉害 被女人抱的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他好有劲 因为他很轻松 我一把这包举起来了 你被人这样抱过吗 我没有抱 我没有这样抱过 我妈都没这么抱过 是吧 那这是她 这是你的第二位母亲 好 谢谢妈妈 不敢当 好 老睿要跟妈妈的抱 他真的好有劲啊 确实是个女汉子啊 他要是能抱起 没向荣 我就说他扭 开玩笑啊 其实刚才这个表现的最关键的 不是他能不能抱起 而是他很大方地去抱了 对 有些女生抱得起 扭扭你 我抱不起 他不一样 但很大方 对 这个就活动执行的典范 就是他的细节 包括注意脚 把鞋脱掉 对 这个确实很赞 非常好 好 谢谢 那么其实呢 在他的工作经历当中很少 就是一些学校的荣誉 那我们其他的问题 就放到第二轮 好吧 我们来个初步印象的选择 第一轮选择 去活流 好 全流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活有才 天生活有才准备了什么 PPT 好 解读一下 首先第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在本科期间的一些 所获得成绩 左下角就是奖学金 右侧则是获得的 优秀学生团干部 优秀团员和优秀学生会 干部的证书 说明我可以学习工作两不误 这个的话就是我 大一至大三连续三年都参与了 我们这个校级精品活动 研查知学查疑技能大赛的 一个组织和执行 然后第一年的时候 我还担任了主持人 第三年的时候 我就是担任着 社团管理委员会主任的时候 成功邀请到了台湾电视台 去观看录制 这就是我的个人优点 极不足之处 优点的话 我觉得我是一个认真吸睛 他是负责的人 心理素质比较好 具有抗压能力 不足的话 就是略微缺乏一些创新性 也就是我觉得 我不太适合做策划的原因 总结了一下就是 能唱 能跳 能主持 能做茶艺 把花叉 能下地 能爬树 能搞科研 不怕苦 我就是这样一个多变的女孩 谢谢大家 勇慧 我刚才看你的简历说 你有七个社团的管理经验 那你能说说 在管理社团时候 对你来讲 最难搞定的事情是什么 七个社团需要搞一些活动的时候 需要就是找那个团围老师那边 去申请经费什么的 如果是有着社团管得不好 过去一年什么活动也没做 大家反应也不好 那你怎么去 蹲着他做得更好呢 这个的话首先是 学院那边也会有压力 他就会说 如果说这个社团 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内 再没有出台的表现的话 就会把它取消掉 似乎你自己没做什么动作 学院那边有考核标准 或者是团委那边考核标准 你自己做什么呢 你在里边有什么作用呢 好像就是协调解调 或者这么说 勇慧 你在过去的实践 或者是学习过程当中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巨大的挑战 或者是挫败 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的 我觉得本科期间最大的一次挫败 就是在大二的时候竞选 班主任助理这个职位 学长学姐都是给全票通过的 但是团委老师他就是不同意 就我当时就特别特别伤心 然后就回去大哭了一场 完了之后第二天的话 就是要去迎新 然后我就是还是认认真真地 把就是上面分配的任务 全部都做好 就是说很成功地完成了我的任务 就是说你刚才讲你自己是个女强人 一样的工作风格 同时呢你刚才所有的描述里边 又显露出你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一个女孩 一个非常听话的女强人 这个非常听话的女强人 跟这个形象好像跟你描述的不太一样 第二个环节的话 因为我确实是没有什么职场经验 所以说可能表现的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我觉得进到公司之后 我一定会努力学习到 永惠呢我觉得这个选手的潜力 还是不错的 看起来好像是上大学的时候 生活挺丰富 然后管理的事情比较多 但是太顺风顺水了 所以其实我有点担心 它到企业当中逆伤会有一点差 它真正承受这种就是上级的 或者是公司 或者是业绩带给的压力的话 其实我觉得它未必能承受得了 刚才他说的那个抗压性 我并不觉得你抗压性很强 因为其实你真正的压力 你都没承受到 为什么你可以把七个社团管理好 是因为你这七个社团 它大多数都大学生 它呢都一腔热血 它自己就可以主动地把工作做好 但是到真正的职场上不是这样的 可能会有懒惰偷懒的现象 可能会有尔虞我诈 大家勾心斗角 或者是拉帮结派的现象 可能会有为了利益 然后不择手段 然后就要踩别人的现象 所以现在给你提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我和马瑞之间 我们俩是两个部门的人 然后现在我就跟你告状 就是比如说 他不配合我工作 他凭什么拿的工资比我多 我就告到你那去 你怎么解决我们俩的问题 对 就部门之间的协调 对 因为你未来要做总助 要做管陪生 然后你认为你自己管理协调能力比较强 你怎么去处理 这个超出你知识范畴了 处理试试吧 处理不好 我们不觉得是你不行 对 不要有压力 对 不要有压力 首先就是说在公司里面 虽然我不太了解 但是我知道每个公司里面 它分不同的部门 每个部门都有不同的职责 然后就是说 不同的方向之间 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这么横向去比较的 第二点就是说 虽然有的人可能天天在加班 有的人可能就是说 加班的时间比较少 可是它的工作效率可能是不同的 第一不能横向比较 第二个人做事的效率不同 不能仅按工作时间来算 还有第三吗 对 没有第三了 没有第三了 我觉得逻辑上还是对的 逻辑上对的 我觉得可能它对细节了解不那么清楚 但我觉得它没有单一的 就从所谓公平不公平的角度去理解 或者是情感用事 而是从这两个维度去考虑 其实是对的 医术难得在它这个水平 我觉得逻辑上很清楚 其实是对的 对 来 诸位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这是要爆灯的价值 真的要爆灯吗 你爆灯了 好 诸位老板现在已经爆灯了 大家在提供职位的同时 可以直接抛出你的薪酬 好吗 来 从梅相容开始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 银科中涛会计师事务所总裁助理 工作地址在北京 薪酬6000 张扬 就是主要做我们在校园里面的一些推广 还有形象代言 包括一些演讲 你主持能力很强 那么薪资也是6000起 我们很高的一些这个奖金 谢谢 好 是我们加盟联绍事业部的广培生 输出方向都是主管以上级别 薪酬呢 8000 8000 好 中波 职位是几米私人影院院线的 线下拓展的一个渠道建设经理 这样子的职位 我给出的那个月薪是7000加 谢谢 下一位 职位是我们的新品牌 熊样和之子花开 项目事业部的高级管培生 可能从总监助理开始出发 地点在北京 薪酬是7000加 58通称给你的岗位是在市场活动 执行方向的管培生 薪酬是6000加工作地点在北京 谢谢 我给你两个职位 一个职位是我的助理 帮我去打理就是我的电视购物 以及微商梦之队 以及和PPGO合作的那个项目 大学生的这个项目 创意大赛的项目 然后这个工作地点在北京 然后第二个工作是在上海 做运营副总裁助理 两个都是6000加 给你两个岗位 一个是活动执行 一个是市场拓展 然后工作地点是在北京 然后工资薪酬是6000加 欢迎你来到我的公司 谢谢 他大学给我给你留的岗位 是活动策划助理 工资6000加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愿意给你我PPGO 活动执行 这是第一个岗位 第二岗位 直接是我的助理 工资6000加 来继续 我给你的这个岗位呢 是我们的管培生 输出方向呢 直接做我们加盟部的专员 工作地点呢 在北京 我们有宿舍 给你的薪金呢 是8000 好 谢谢 许章 那我给你的呢 是我们市场 就是我们这个管培生 但是呢 输出方向是市场推广 工资是6000加 地点在北京 好 接下来要做一个巨大的选择 12站灯当中 灭掉市站留下两站 去吧 谢谢个旅选人 谢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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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有没有一定的补贴能解决吗 我们住宿目前是对新生来讲没有补贴 未来你到升到一定岗位 然后会有一些补贴 如果你去外地工作或者出差 都是有补贴的 好 谢谢 这边有没有补贴 如果你要是做电视购物的销售人员的话 是可以住宿社的 但除了销售人员以外的员工 就暂时没有这方面的补贴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的能力要是强的话 其实你涨工资是很容易的 谢谢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58 函数 或者是谢谢 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58同城 58同城 稍等一下 稍等一点 稍等一点 你很没面子哦 不是 他在快选择之前 这老兄做的呢 韩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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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很难为情的低烈头 58 他不是没低头 他是这种表情 你说一下 你说一下 因为首先 韩淑的总部是在上海嘛 然后这边的那个发展 就是体系应该是 就是肯定是不如 总部在北京的58同城的体系更大一些 而58同城这边的话 我了解到他是 刚刚就是说跟感激网合并 然后并购了安居客和中华 他了解的还挺多 嗯 然后我觉得我在58也可以得到很好 不是 我觉得啊 暂且不说你的选择是否对 在那么紧急的几秒钟的情况下 旁边有一个这么捣蛋的人怂恿你 你丝毫不为所动 按照自己的选择去做 我认为你是个有定力的人 在此祝贺 谢谢大家 五辉 我觉得你在灭灯的那一瞬间 就像雨强人 去吧 谢谢大家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环节 表现得还就是比较真实 比较自然 但是第二个环节 其实稍稍有一些紧张 然后觉得自己表现得不是特别好 可是最后结果的话 挺出乎我意料的 系统的学习吧 看看能不能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 往上发展 就是还是执行管理方向吧 在大学当中 我试错的创业 一直到现在 朋友觉得我很疯狂 我现在需要钱 哪种方式来钱快 我就去做哪种方式 我是阿甘 我选择了不停地奔跑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行业 爱这个行业 那你应该去摸索探索学习 江乐军23岁 甘肃人 首钢工学院 营销策划专业 主持人好 沐原老师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以及在座的12位BOSS 你们辛苦了 我叫江乐军 江紫阳的江 快乐的乐 领军者的军 来自甘肃惠宁 12年就读于 首钢工学院营销策划专业 在大学期间 一直试错创业 今天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想雄求一份 市场总监助理 运营总监助理的职位 谢谢大家 我想再感受一下 你的热情好吗 可以 可不可以 就你在上面 刚才不是那个招手吗 好热情 你再来一次 给我看一下好吗 重新来一次 再让我感受一下 来 就跟刚才一模一样的 再来一下 来 来 来 就你那摇手 来 音乐再来一下 就他那个站在那上面 那招手那个样子 他不是一种形式或者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 他那是真招手啊 特像咱们那片头 特像咱们那片头 我当时看见他 我刚看见他那个时候第一感觉就是 他好像要向幸福进发的那种感觉 来 说一下推荐的理由 江洛君 二十三岁 高中呢就当着刀登这个小买卖 差点被学校开除 大学他也讲了创业 但这个创业失败了 另外还干过这个APP的推广 卖过红酒 然后卖过这个电信连通的卡 在创业家杂志干过微信运营 然后做过创业家杂志的录演活动 还卖过创业家的那个培训 反正就干了一堆事 最后考试都及格了 85分通过 对 去年9月份我向学校申请那个 就是创业的这个申请 他们同意了 然后这9月份一直开始到今年的4月份 所以江乐军是一个特别能闯 特别有激情的人 我推荐你 谢老师 他说嘛 我要做阿甘嘛 要选择不停地奔跑 是吧 对 这是我的slogan 你什么时候开始做生意的 这么能折腾 是从这个大一就开始 不是啊 我这写的高中就开始 高中就开始 对对对 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高中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卖水 卖了三年 卖水 卖什么水 卖水 卖什么水 卖泉水 对对对对 最开始啊 经过来是7毛 卖多少 卖是1块 卖1块 对 然后到最后就慢慢熟了 他就5毛给我 对 然后最后就 一提水是24瓶 就12给我 那挣了多少钱 高中 这个高中卖水 三年可能挣了几万块钱 对 对 卖了三年 三年挣了几万块 对对对对 那钱都哪儿去了 钱这个就花 不是 你能花什么呢 你高中生能花什么呢 就因为 还在爱了吗 对 高中 高中坦了 你看 对对对 那女朋友还处着吗 没有 我就知道没处着 用钱找来的女朋友 多半都没处着 对 影响学习吗 所以我就学习也比较差 然后呢 学校对你处理了吗 然后卖水的时候处理 他就发现了 不让我卖了 他学校就说是 你这个叫家长带回去 别上学了 你就去卖水去吧 要开除你是吗 对 然后我就在那个教导主任门口站了一个礼拜 发站 我就主动站 主动站 对 你跟他说 我挣得比你多 你还开除我 我觉得学校的最长席就必须忠诚了 还有底线 对 然后就好了 就不开除了 然后就这样他就不开除了 后来就没干了 对 最后来也干 还干 对 他不是说高中卖三年了 就高中就做了这些事 我看你做过好多嘛 对 做过好多 但是主要的还是在这个14年的4月份 做了什么 对 就14年4月份我们做了这个校企联盟 校企联盟嘛 然后这一块主要是要做 我们的方向是做大学生创业服务 这一块 对 然后但是最后就觉得做起来比较吃力 然后最后转型成做这个校园的业务 对 我们其实做校前面这块的时候 也做了这个创业时间大赛 其实也请这个企业家导师 到校园当中去讲课 你能不能讲一个过去 你自己操盘的比较 你自己都觉得很棒的一个营销方案 或者是营销案例有没有 比如说我接了这个疯狂电影的这个校园推广 然后但是我的推广是怎么做的呢 我是从微信 我找几个大学生 大学生穷体当中想赚钱的人 让他们在学校里面 拉一百人的微信群 你把这个活动搞起来 你是你们学校的 你们你有这个学校的便利 活动做起来 我给你多少钱 然后线下多做几场 最后这个微信群可能就壮大到三百到五百人 这个问题很关键 稍等一下 就是你做完这个活动 营销的目的 要不是以传播品牌为主 对 要不是 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一个实现大下载量 一个实现这个客户的品牌和我 我们公司的品牌 那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 最后的结果我觉得还是OK的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疯狂电影的 第一个就是 说数据 我要请你看电影 线下有一百多人来了 一百多人 对 可能线下实现不了下载 但是在微信群上 就有好多人找我说 这个二维码 下载二维码给我 或者怎么着 对 就是你在你所有的这些工作当中 你觉得你的工作的最大的价值 是搜集这些用户的信息 还是说组织线下的活动 首先是可能是 这个要实现这个客户的需求 第二个实现我自己的这个影响力 第三个可能就和他们慢慢成为朋友 以后也可以做更多的这个推广活动 比如给你考题最简单 如何在一天之内 一天之内能有大概十个五百人的群 首先我会发起一个这个高效的 自媒体联盟的活动 比如说就是 把他们聚集在一块开个会 我会给他们分清楚这个利益 首先是利益 他们愿不愿意去干 比如说客户这端是有提成的 或者怎么样的 我可能会把提成给他们给到最高 我拿到最少 只有这一种方式吗 现在我可能会 如果有这样的客户的话 我可能会用这种方式去做 好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十一战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谢老师 准备了什么 我忘了 这前面应该是给各位老板 送个小礼物 对 它是一个红包 红包 对 钱是吧 对 一封到十块不等 对 为什么有十块呢 加我们微信才能送 说微信是什么 对 线下红包 对 线下红包 所以如果各位老板 如果觉得可以 我就让 送吧 送吧 快点 编导 编导 我问一下 如果是我们没有刷你的二维码 这个PPT就出不来是吧 能出来 因为PPT上也有二维码 对啊 我就特别担心 他把我们导入到任何一个五百人大群里边 对 我们扫完之后 你拥有了我们小礼物的微信 你在三秒出来就是了吗 可能会有 可能会有 可能会有这个吗 对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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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 可能会有更多的 赶快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你这么聪明 还能把你们卖上 你太善良了 我想讲一下我们的 先别扫二维码 咱也可以只拿红包 然后不扫 对吧 拿最高值得出来冒个泡 我有 就先别扫 我有四块多 小伙子 我要小于十块钱 零到十不等 对吗 那我绝对是那个大奖 好 我可以想不 我有一块 一毛 一分到十块不等 一块一毛一分 你怎么会有五块呢 我有三个一 巨垮 不是 现在不要 不要 不要着急嘛 我是那个一分的 哇 一分 今晚我请客 吃个小考 请 音乐老师来一个 比较柔一点的音乐 对 稍微低一点 然后大家也可以 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好 扫了 进去了 挺好 我选择了不停的奔跑 我是阿甘 我是阿甘 大三 英杰毕业山 也是一个创业者 今年23岁 我喜欢奔跑 也喜欢拼搏 我希望 在成长的路上 能够不断地去突破自己 才能够使自己更加地强壮 很多人说 我是一个没有情怀的人 但是我觉得 我是一个 没情怀的大学生 我曾经用情怀约酒 用情怀约电影 用情怀约红包 我希望今天 能够用我的情怀 约到一位 更有情怀的老板 我相信 只要我们 亲 我相信 只要我们坚信 亲冲不败 便能够拼得精彩 谢谢大家 不错 非常好 这个小伙子 非常地有创意 把自己的简历 用了一个H5的页面 做出来 然后用二维码扫进来 然后整个过程 让大家觉得 非常地快乐 已经有四个人 给你点赞了 我给你点了一个 对 谢老师 对 我也给你点了 然后里面有我一个 然后谢老师 还挺好 挺好 你刚才那个互动方式 还算是挺新颖 我想问一下 他是不是真的 冲着就业来的吗 因为他是大概 一个月之前 注册了一个公司 然后我想了大概 几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报名的 这菲尼墨 是这个节目 但他真的现在想好了 真的要就业来的 是的 是的 就业这块来的 他说得挺有效的 因为你这刚创业 而且你现在是营销总监 收入五千到八千 你那是倒闭了 是怎么着 像前面这一块 他们在做 因为是 他们在做 那你不做了吗 对对对 你的股东身份还在吗 你退出了 对 我四月份退出 所以我 你真的是冲着来就业的吗 对 冲着就业来的 因为我说了 因为我其实拿着这个 我的想法和思路 去找种子嘛 去找种子 然后他们给我的建议 可能就是我先去 对吧 学习 那你注册的那家公司呢 先放那儿 所以你是一个 是一个连续创业者 然后现在还拥有自己的公司 同时公司正在运营 你的股东身份 而且在别的公司有股份 股份还不小 然后现在你又来创 又来求职 这个关系好复杂 让我们怎么理解 没有一个老板 说我在那儿有百分之 是我的股份 我就不管不顾 自己去上班去了 就是万一这公司有点问题 我还得操这个心 而且有可能是关联业务 梅老板 你会接受吗 而且董事会总得参加 这个可能是我们团队 考虑的步骤 对 我只能这么解释 不是 先生我认为 这个问题绝对有效 尤其刚才段总也说 如果是关联业务怎么办 你会 业务有交叉怎么办 请问如果你是他们 你会介意一个 在别的公司 有着大部分股东 把大部分股份 然后又注册了一家公司 满心想要创业的人 突然来到自己的公司工作吗 你会愿意吗 我觉得用情怀吗 用情怀吗 对 谈恋爱 用情怀 不是 那个小江 你没想清楚 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想清楚 来 来 来 这样 这个问题没有一个 真正的答案 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说实在话 很多选手如果在舞台上 不说出自己 在别的地方有股份 你也不清楚 所以一个人用不用心 有的时候 还是需要时间的考验 你是否愿意 给他这个机会 第二轮选择去过了 还有五盏灯 我们来听一下 咱们最近的十位 从张阳开始 本身我们自己在做 O2孵化器 就是做O2的创业服务 所以说对你 你想干的事情 是非常契合的 我们跟创业家 也保持好的合作关系 地人在北京 OK 了解 对 陈总 给你我们集团市场部的 这么一个BD的 这么一个岗位 好 谢谢老师 来 下一位 我会给你第一个岗位 是做我们微信运营专员 因为你有这方面的经验 第二个 你可以挑战一下 做我的助理 因为我认为你的头脑 非常的 就在这方面 是有一些倾向的 就他那些资源 你现在公司都可以用 就我的最 对 对 你来我这 你完全是 你所有的想法 因为我有重叠 在我这里就马上就得到实现 你好好干 把它取代了 这真的是我的理想 如果有年轻人干得好 我取代了 也是我的理想 让他给你打工 来 下一位 谢谢老师 那我给你的职位呢 就是我们的管培生 未来的输出方向呢 是做运营方向 好 下一个 徐章 徐老师 189年集团会给你在 我们中国总部 管理培训森的 这样的一个职位 工作地点在北京 接下来考虑一下 不上感情 来 写下你们的薪酬 8000加 6000加 来 有问题 可以问到两位老板 我问刘董 对 咱们这边 Purgo项目 未来是不是 是也搞这个大事成投资 其实我现在走了 这么多高校 我们已经投了 大概有十几个项目了 十几个项目 已经在投 我现在非常喜欢 你的冲劲 而且你是讲情怀的 我也是讲情怀的 你不问那个张勇 我觉得你比较关心 投资的事 我简单说一下 我共同思维 人家没问你问题呢 你要问问他问题吗 他们俩干的事很像 我想跟你说一下 我过去四年投资22家企业 我上周统计是53.4亿的总市值 这是我投资的企业 人民币是吧 我是三支基金的合伙人 如果你要创业的话 我们公司有九个人出去创业 我都投资了 你是人民币吗 人民币 人民币 对 22家企业 总市值53亿 其中有一家就占12亿 叫黄太极 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一桃石 福能集团或者是 谢谢在线行为你的选择事 这个空中的地点没问 你的选择事都是在北京 我选择 连我都听见了 一桃石 是吧 我其实对创业服务这一块 非常的感兴趣 张总这一块 如果对我未来以后的创业的话 是会有更大的帮助的 一直以来 家车官产生的一个问题 比较自我 所以才会出现闪昏闪提 这种复便情况 这个人比较不途安稳吧 招举玩五的这种工作 我是不大想再继续做下去 想到未来都是 以这种方式去工作的话 一点激情都没有 林春蓉29岁 福建仁本科 敏江学院金融学专业 主持人好 两位老师好 十位boss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林春蓉 双木林 春天的春 港龙蒸蛋糕的荣 今年29岁 来自福建夏団 2011年毕业于 敏江学院金融学本科专业 那么今天我来这个舞台 我想求的一份 互联网金融相关的工作 当下如果问 关于互联网金融 特别热门的词汇 大家也许会想到融资 当然我今天来 不是来融资的 我是来融灯的 我不要求什么c轮 地轮 我只希望我能有b轮 至少一盏灯 投给我 至于A轮嘛 大家给个面子 能留尽量不灭 好吗 我直接让你IPO好不好 谢谢大家 这段词是现编的 还是想了 有想 当然是想过了 我们能不能 大部分是在厕所里完成的 没有 在床上 在床上 为什么是在床上 夜深人静的时候 比较容易思考一些事 难为你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 还想着这事 单身嘛 单身嘛 来来来 那个您春荣呢 其实我推荐的时候 也是有点那个心惊胆战啊 因为春荣是大学的时候 他就开始倒卖信用卡 后来他主要的工作呢 是做黄金跟外汇的这个投资 自己开始业绩不错 然后头脑发热 然后就借了 也借了很多钱 所以现在呢 春荣目前是个人负债120万 所以他来找工作呢 只要他是想到互联网金融公司 或者是O2O类的公司 要么做风控 风险控制 要么做运营 用自己靠谱的经验和能力 所以我推荐 好 春荣的简历上 无外乎就写这两个字 失败 大学创业开小食品店 失败 工作之后做理财经理 做黄金与外汇 失败 负债120万 婚姻 闪婚 闪离 失败 他到今天来寻找自信 而且他的面试的宣言是 曾经浮躁 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我们先主要说下 负债120万黄金外汇 对 负债这个黄金外汇 现货黄金这一块 现在是国内是一个 处于相当于一个灰色地带 现在市场上 这种公司还是大量存在的 就是说高杠杆的 放大100倍去操作 是你个人负债 还是你公司负债 公司负债 但是分摊完之后 就是我个人负债 我用我自己的资金开了户 我的户爆仓了 有些人给我的户 我去操作 就像他说 我们谈第一分配 我明白了 终于明白 你是承诺别人保本经营 对 结果你把人爆仓了 你承诺了这个爆仓的费 有些是这种情况 有些是我们谈好第一分层 它相当于操盘手 对 实际上是 不是用自己的资金 用别人的资金来炒 那你这120万 他希望呢 这个事成功了以后 自己赚一把 就没想到 你本来以为是空手套白狼 对吧 就是空手套白狼 给自己套上 给别人的钱 现在还需要还吗 还欠着吗 当然需要还 现在还剩下多少外债 就大概120万 你的离婚跟这个有关吗 应该说一半一半关系吧 也跟这个有关 你结婚是在做了负债之后 还是负债之前 结婚是吧 结婚 是之前 之前 对 结婚这个失败 我归结亲情绑架 亲情绑架 第二就是 你不爱他 太草率了 你不爱他也草率 这不也是投机吗 对吧 这不是投机 那么投机不就是在 事先没有经过 更好的了解的情况之下 所仓促做的决定 然后期待他能够 给你带来收益 这不就是投机吗 我不期待他带给我收益 你不期待幸福吗 你结婚不是期待幸福吗 幸福 你指的幸福是哪一种 幸福就是你自己感受到的 幸福还有好几种 你结婚不是为了幸福吗 结婚 不是因为爱情吗 不是 不是为了快乐吗 结婚 婚姻里不一定要有爱情 是吗 那是不道德的婚姻 那你太高尚了 我觉得是 不是我太高尚了 其实 比如福建 其实有些那个人 其实他们的观念特别传统 结婚就是一种经济 或者是生活伴侣的一种结合 跟爱情没关系 那都什么时代了 现在也有很多 我知道现在的一切一切 其实挺让我奇怪的说 婚姻不一定有爱情 在你理解的婚姻里边 婚姻代表什么 婚姻我觉得代表是一种 用亲情来维系 两个人一起走一辈子的 这样一个过程 爱情你可以在 这个建立亲情的基础上 在结婚之后 你慢慢去培养 亲情然后转换为爱情 是吧 你还真会本末倒置 你这是什么逻辑 你们俩是闪婚 我请问你 如何把一个陌生人 直接就变成亲情的 就是通过婚姻吗 这个我们得好好学去 我相信有一定所谓的 合约婚姻和父母的原因 所造成的婚姻 但是你在其中有什么责任 所以说我用 我觉得我是被亲情绑架了 因为他们会经常会跟你说 春荣 我问你一个小问题 就是你结婚那一瞬间 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那个女孩 有没有 喜欢谈不上吧 因为觉得两个人 这都谈不上 喜欢都谈不上 你就结婚了 因为两个人 那女孩家庭条件是不是挺好的 性格还可以 她家庭条件好不好 我觉得你这样 对这个还可以 性格还可以 然后还有什么可以 除了性格还可以 家庭条件还不错 家庭条件一般 长得还可以吗 跟我们是差不多了 长得还可以吗 既然你认为还可以 那就你就应该对你的后面的行为 所负责任 不是 我这事聊着 这是主持人一直想说的话 对啊 但是我也没有不负责任 你负什么责任 离婚也是他提出的 他提出来的 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在说失败 既然这个婚姻是一个失败 我们想要听到 你总结出的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你居然总结出一个 婚姻是不需要爱情的 这与他与你 这都是时间上的浪费吧 和不到的吧 当然这个草率 不单单仅仅是我的草率 我就是说你的问题 我不说他的问题 他不在这儿 我就说你的问题 因为你今天来求职 你某些婚姻上和爱情上的观念 和职场上的观念是一样一样的 没错 没错 婚姻这个话题的话 跟涂雷老师有一些观念上的冲突 我不负责任 是这个我是承认的 但是我不爱他 这个也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我觉得你还有点不担当 对 这个 你们俩有孩子吗 有 他有孩子呢 已经有一女儿了 真的 你孩子现在跟谁啊 跟我 跟你 对 孩子几岁了 不是 你知道 你看永远都是 不是 你知道最可怜的是这个孩子吗 我当然知道啊 因为他现在也才刚一周岁 对啊 他才一周岁啊 你有扶养这个孩子吗 你们俩就分开了呀 你还不觉得这有问题吗 但是 但是 但是什么呀 但是 我就想删你 一个永远在这儿 一个一岁半的孩子 刚生下来两人就分了嘛 是 还在这儿口口声说 自己婚姻没有问题 所以你看你作为一个操盘手 你赔了那么多的钱 对你的合伙人不负责 然后你不喜欢那个女孩 你跟人家结婚 你对婚姻不负责 对你的那个老婆不负责 然后你们俩既没有爱情 又没有亲情 然后生了一个女儿 对你们的孩子也不负责 其实总体说来 你是对自己不负责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相信你 你到我们企业里面会负责呢 所以说我今天 你到底有没有一件事情 从小到大对一件事情 或对一个人负责过 你看 创业失败 做操盘手失败欠债 婚姻失败 做一个爸爸失败 失败中的失败 我觉得现在经过大家 对我的一些看法 让我觉得更加的清醒的认识到 自己的一些错误 本质上的一些不足 前面三十年的这个所有的路 我都一直处于这种失败过程当中 但是我同样对未来有一种期待 我也是特别想成功的一个人 所以说在未来的人生道路当中 我会尽量地去选择 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去体现我自己的价值 谢谢 第一轮选择去活流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台 谢谢 谢谢 TPT 好好解读一下 因为今天是针对区分期来 就以区分期还有一些案例为主吧 我就是以银行的住房贷款为例 对比一下大学生分期购物 所来越贡的压力 根本比这个房奴来得低很多 是吧 这个没有可比性 一个是必须性的刚需 一个是非理性消费 那没有可比性那我们就就就就往下 下一页 再下一页 下一个逃避问题 稍微提醒你一下 你是针对区分期提的解决方案 封控解决方案 你应该针对区分期来找出它这方面的封控问题 然后帮助它提供解决方案 而不是泛泛地讲什么房地产 现在的社会上的一些公共问题 那就是说它这个风险控制 它欺诈风险 气氛系是做得比较好的 吹在就是后面的问题了 你应该不太懂嘛 这块 你这样 来 陈浩让他讲完 还有吗 还有一个就是我过失的一个APP 就是相当一个集社交跟金融 还有电商为一体的一个APP 找对象 相当一个相亲的功能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现在去哪 相当一个小社区 我觉得你这个非常典型的 你看过有一家公司干四家公司的事 还是创业公司干的吗 目前还没有 我是有做准备的 但是确实是第一轮 让我产生了一个 比较处于劣势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心态上就产生了一个落差 所以说第二轮在表达我这些 PPT内容的时候 又没能去打动这些老板 所以说特别的失败这样 春荣啊 虽然我已经灭了你的灯 但是我对你有个建议 就是说我从你前面的那个PPT 还有从现在的这个软件的功能上 我看出来你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还飘在上面 就没有沉下来踏踏实实的 从一个功能点 或者说一个细分市场去切入 去谈你的看法 你把去哪儿什么默默 还有各种的一些 全做到一起去 中波刚才其实说到了问题的关键点 你浮于表面 对 你跑得太快 年纪还没到当了父亲 还没开始能够有资格做操盘手 你帮别人操盘 所以你现在说的这些东西都浮于表面 但是有个最关键的问题是 你的就业的地址 好像是写的一直是福建 对 别的地方可以调整吗 别的地方 但你是为了孩子是吧 对 因为我孩子现在还小 但是我们这是福建的港位好少 你不是说你就是福建最好 对 但去不了福建也可以吗 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他三千家已经三万多 贷款怎么还呢 你是怎么想的 你这个三千家 因为三千家只是说我要求了一个薪资 我也希望说我能看到进入企业之后 我未来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 如果说一直还是处于这种 干了三年还是处于三千家这种状态 我是 春荣 春荣 你的应聘转员写的是 脚踏实力重新启航 对 所以说 这个脚踏实力的话 你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说 我可以从最底层去做起 然后我进入这家企业 我能看到我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是这样 我想请问你就是 你遇到这样的事情后 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 是父母 家人都轻易地原谅了你 然后你就还爱原谅一样生活 还是说你现在其实每天生活在 所以说我现在 各种否定啊打击啊身体和心理的各种折磨里面 他们是也是体量多一点责怪少一点 他们也是给我很多鼓励 但是说可能我自己也是特别的觉得对不起他们 所以说我 那你自己内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没法说 他们原谅你就觉得可以重新下来 这个他没法说 第一他本来就表达不畅 第二我们已经看见了 他确实准备就是不足的 他现在目前从上场到现在为止 他一直就是一种飘于表面上的状态 你让他今天有一个彻彻底底的改变 这几乎不可能 但是呢基于这个3000欧元的基础的岗位的公司设置 就看企业是否愿意给他这个机会 但如果你要是做不好 你还是照样得离开 这没有办法 我们不可能因为同经你的现状 对这个我清楚 而给一个高出你能力的职位 好吧 来第二轮选择去货瘤 还有两盏灯 谢谢 接下来请陈昊 刘驾勇 谈情不上感情 来写下你们的薪酬 其实今天只是作为一个父亲的理解 因为你必定要把那个你的女儿养大 所以我们给你的是一份比较基础的工作 谢谢 来写好了你们的薪酬吗 请接下来 我们自己现在有学费分期这项业务 你去做我们学费分期的分控专员 工作地点呢 在北京 比如总这边 假如说去分期通过分期付款买东西 我们再尝试给大学生分期给他钱 让他去创业 这样一个思路 但我们也涉及到这样的一个分控 那工作地点呢 工作地点在北京 北京是吧 好的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优胜 福能 或者是谢谢再现 请问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好 谢谢两位 主要的考虑原因还是因为工作地点的问题 对 首先 我想问一下 其实在这面试之前 你有没有在福建当地有投过简历找过工作 有 首先我很感谢刘总跟陈总给我提供岗位 然后我觉得我在北京可能的话 我觉得确实不适合 这我可以理解 林春荣我真的是特别失望 我一度以为他所有这些失败的经验 会成为他下一次起航的动力 但是他最后一刻我们及时给的工作 能让他去养家 能让他开始一个正式的职场 他仍然想要放弃 这我特别不明白 这其实说到底就是没有担当 我对这类人不看好 其实刚刚说 如果你真的离开福建 可能对你来说 真是一个制止死地而后生 你虽然在人生绝境 可是你的父母和你的家人 给予你太多的包容 太多的理解 让你感觉不到痛苦 一个人行为模式的改变 必须是要制止死地而后生 要绝望到极致 痛苦到极致 心理自我谴责 否定到极致 他才会彻底地改变自己行为模式 你现在一切行为都非常的轻飘 没有痛苦 所以一旦你真的离开父母 没有这些保护 没有别人对你的 太轻易获得的宽恕 可能你真的会发奋头强 你只有在数年之后 在你女儿的婚礼上 当你把她的手交 给新郎手的伤口 你才会理解 你今天所有的不负责任 给她这一生导来的伤害 你现在让你完全清楚 你还不明白 其他的大家的意见 作为参考吧 来 谢谢 希望你一路走好 谢谢 因为他们提供的是 北京这边的工作 毕竟我女儿还小 我还是要 多陪在她身边为主 大学上了两年之后 辍学 然后刚才创业 我的经历 我的阅历 人脉 都是很多人不具备的 个人非常喜欢带领团队去 解决问题的那种感觉 我希望自己五到十年的时间 可以具备一个高管 甚至CEO的一个素质 杜磊22岁陕西人高中 在场的12位老板 主持人 两位推荐人 以及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杜磊 来自西安 今年22岁 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些折腾的经历 然后今天的求职岗位是 第一项是助理类 第二的话是管理培训生 第三的话就是 希望各位老板 能跟我在交流的同时 发现我身上的潜质 觉得我适合的工作 我也是愿意考虑的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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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长得很有喜感 谢谢 来 推荐理由 杜磊的内心当中 有一团巨大的能量 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 正确的一个 去创造的一个路径 所以永远是 特别分散地在折腾 我觉得非你莫属 能够给他提供一个 相对理性 长久的释放能力 去创造的路径的话 可能对于你来讲 是件好事 谢谢 先说数学的事吧 好吧 是这样的 因为我在大学呢 学的是财务管理 当我在去大学之中 我突然发现 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专业 所以呢 我就在大学里面去折腾 刚开始去社团里面 最后当上了我们 社团的社长 那到最后呢 我突然发现 在学校外面有一种 有一些人叫创业群体 所以呢 我就想朝这方面 跟他们对接去发展 那第一次的话 我在大一的时候 做了一个衣服店 我们学校女孩比较多 所以的话 我想开个女装店 稀里糊涂的 一天就开了 一天就开了 你拍脑袋就开了 投资了多少钱 投了六千多吧 店铺的运营过程当中 遇到了很多的问题 什么问题 主要问题 什么问题 第一个 我是男生 卖女装 第二个 在店铺的整个 比如说进货呀 然后路途中成本呀 做了三个月的时候 我决定关门 你拍脑袋就是开店 但你有没有去了解 他们穿什么 怎么穿 品牌怎么样 我了解的 我之前是这样了解的 首先穿什么 我不想关心 因为我有朋友 他有眼光 你这样在逃避问题 你得正面回答这问题 我是这样的 陈总 因为当时我觉得开店的话 我男生对于 我们看一下你的品位 你负责推广 你连你的产品都不了解 你推广什么东西呢 在座各位 哪个比较贴近于你卖的产品 的样式 包括舞台上的女老板 你觉得符合也可以 因为大学生的衣服的话 一般 你看那个女生 他一看见男的女生 一般首先 关键是他的表情 特别有意思 他的表情 分为 可能会分为 一二三本的学生 然后我们 一二三等的学生 三本 三本 就是爱本科 就是说 穿衣跟本科不本科 还有这个关系呢 你跟我们说说 一本穿什么 二本穿什么 这还有关系 陈总您不误会 是这样的 因为可能一本和三本 或者二本之间 他进学校的 那个家庭背景不一样 他家里的经验条件不一样 这有什么不一样 我告诉你 这个学生成绩有什么不一样 你这个是完全错的 你会发现在座的现场的大学 女学生对于白色 是有钟情的喜好度 你会发现现场所有的女生 90%都穿着白色衣服 你可以看到一下 90%以上都有白色的元素 所以你根本没有销售的洞察力 其实你只要站在校园 去到校园的不同的地方 图书馆 教室 观察每天 观察一天的时间 你就观察出来 大学生喜欢穿什么样的款式 什么样的颜色 什么样的设计 马上进货 就可以直接满足他们的口味 而不是通过你的个人意识 说通过最不专业的角度 去做销售 所以其实你刚才这个 真的太失败了 老板们不要有争议 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场上的形势 确实我不能控制 说你的 控制形势是我的事 因为关键的原因 主要是这样的 第一个 确实像刚才老板们看到的 我不懂这一行 我可能做这个的话 会非常的吃力 而且我在这里面 确实学到经验 我知道怎样去找货源了 我知道去计算成本了 开店要干什么 怎样来营销 取什么样的衣服 谁来负责 你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没说 第一次创业失败之后 怎么又折腾着 连学都没上 我在社会上 接触到了一个项目 我就想去学习 他为什么要辍学呢 你以前那么多次创业 不也没辍学吗 我选择辍学的原因 第一个 我觉得它是个机会 第二的话 我在学校里面 跟他一起来做的话 时间上不够 我想把这些事情做好 第三个 我希望我能 进入一家公司 学到更多 更专业 甚至能让我 走到更远的东西 对方看中你什么呢 他跟你一起创业 你是个在校大学生 也没有过 你有资金 对啊 你有什么 不是合伙人 是我跟随他创业 就是你连股份也没有 没有 他是给你工资的是吧 就是招聘你是吧 对招聘我 要是这样的话 那你退这个学 有点草率 就是这样 你完全可以兼职 确实是这样 因为经历了上一段 我觉得 我对其他以前的事情 有一所 怎么说呢 我以前是一个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以前做了很多事情 都是脑子发热心的 行动在前 思想在后 你是自己提出的 修学还是辍学 我是辍学 修学你都没有选择 你直接选择辍学 对 你父母怎么想 你跟父母商量了吗 跟父母商量了 父母同意了 最后同意了 我觉得这个选择有点草率 杜蕾是什么 没想明白就去创业 然后还没创业明白就辍学 所以我觉得 她在这种 比较冲动的这种方式 其实也是不可取的 杜蕾 首先 你这种 就默默唧唧 我们不太喜欢 这不是我的方法 也许你内心不自信 所以你不敢 置地有声地 回答一些问题 但是你像 你现在面试的岗位 总经理助理 待遇要得比你 那个倒闭的公司 还高50% 你说你这么面试下去 这不就砸锅了吗 上次有一个男生 是这么回答你这个问题的 是啊 我是失败了 就是因为我有失败的经验 所以我要拿更高的公司 我们现在没有听到他讲 他曾经有个男生 就这样回答的 我觉得我有这方面的潜力 那你说 我来这里是想找一位 能看到到我潜力的老板 我之前在学校的那些经验 然后上一次就是对于公司 很多运营方面都是出了很多问题 我有这方面的经验 我说了吧 失败的经验 你知道吗 而且 我想说而且 而且 生气了 我生气了 而且 不是 我有那样的信心 我也想 在一家企业里面 把这件事情 一点一滴地做好 现在大家质疑的就是 你可以失败 但你必须从基础做起 你不能要那么高工资 你的岗位也需要调整 你是否愿意调整 不愿意 一定要做总经理助理 不是总经理助理 什么 管配生也可以 最低薪金要求 5000吧 最低不低于5000 对 期待薪酬吗 这是 还是底薪 底薪 底薪 对 你以前是拿多少钱上面写的 以前拿4000 4000 你凭什么多1000 凭什么 因为找工作挺难的 让他说 让他说 凭什么 我不是说你将来不可能拿到那么高 你现在凭什么 凭什么多了1000 因为我之前的一些经历比我 就是跟我同届的经验啊什么的 人家还上学呢 那人家还比你有学历呢 对 杜蕾你肯定要很清楚 我现在就再问你一点 你愿不愿意调整到4000 我就直接问你 愿不愿意调整到4000 不愿意 不愿意 你现在一个最动大的问题就是 你明明知道你现在几斤几两 你偏偏不甘心 因为你为了你现在所谓失败的今天 你付出了没有拿到学历的代价 如果在薪酬上再不有所保证 那你就更不甘心 更失败 我再补充一句 每年有730万大学毕业生 本科毕业生毕业 在找工作 找不到工作 你是一个大学辍学高中毕业的学生 我没有看到你比他们强在什么地方 才可能给你一个好的机会 如果你还不如他们 那么我为什么选择你 对不对 对 你愿不愿意再调整 我再问你一遍 你愿不愿意再调整 愿意调整 愿意调整 对 工作地点有没有限制 没有 没有限制 对 行了 你操把汗吧 第一轮选择 去火力 还有霸展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唯有才材 来吧 解决一下你的BG 这是我在学校里面 小贩人尝试创业的时候的照片 叫行动派 这个下面的是我第一次带领我们的 13人的小团队做一些小业绩 然后的一个庆祝 这是我当时在学校里面做素质拓展的时候 活动的一些效果 下一张 然后这是我当时去做培训班的时候 我是作为负责人去的 当时的成绩是13天招了128人 然后这是因为区分期这个去电的话 是4月2号上线的 所以它很多方向还不是很明确 区电的话 现在针对的话是一个大学金群体 我是从西安过来的嘛 从西安 北京各方面的学校 都挨着看了一遍 基本上区电的数量很少 烧钱没有形成有效的一个现金流 你那结论都怎么来的呀 采样了多少个学生你认为他没有购买率 不是没有购买率 是因为它现在是非常低的价格在做 它没有形成就是非常低的 对 你怎么采样了 你这个数据结论是怎么来的 我是看了一些去电的 第二个的是话 我问了一些同学 你问了多少 问了四五个学校的 多少人 你这个采样数据哪来的 不到十人 这都努着说的 这个标本太少了 所以你这一招标本不真实 对 在台下的时候 你不是跟我说就是那个 当时我质疑你说 你带过一百多人的团队 你说在PPT里面有 我没看到啊 因为我的团队分为两部分 在我们学校的话 有一个叫学园快递的组织 它是快递放到学校 学生不愿意取 它成立了这一个组织 那个我们问的团队是你专属 由你来管理的团队 还是一个 这学园快递就是你管的 是吗 对 最后我把 你管过这件事是吧 这个校园物理团队你管过是吗 对对对 管了多少人 这个人的话有四五十人 分为两个队 OK 那另外那五十多人是干嘛 另外那五十人的话 是我自己就是抽集起来的 就是我刚才那个照片里面的 抽集起来的 我觉得你又吹牛 那这点活十几个人够了 这个不够不够 因为你发现杜磊这人特别好 他有一点好处 就是他说谎了之后 一定是说话发虚 你马上就知道在说谎 这个事我真的知道 你不用解释了 我可以了 就到此为止 你那个我想问一个数啊 你那个四十多个人 他每天能送多少单 他确实不擅长说谎 对了 这样 就是其实你要做那么多事 如果你现在还在学校里头 你还是一个大学生的话 我觉得跟你现在这种 辍学的这种情况呢 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你有没有想过 你再回到学校去 把这个学历给他补起来 22岁其实就照我们来看的话 还是一个很年轻的时间 对 你知道吗 你的音频宣言其实写得挺好的 就是有目标的人生叫旅行 没有目标的人生叫流浪 你现在一直在流浪 对 这个选手最大的悲哀就在于 他其实现在 乃至于当初创业的时候 他所积累起来的唯一的财富 就是他曾经是个学生 他做的全都是跟学生资源 有关的事情 是 没错 最悲哀之处就是 你曾经是个学生 但是你却尽早地结束了这个身份 今天给你一个基础的职位 将来定数多少 是怎样 靠你自己努力 别的我们就不多说了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机载灯 来 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最近的职位 从学校开始 这是发展经理 那么他是在做一个销售 在做一个推广 可以全国什么地方都可以选 加油 我愿意给你 我们PVGO 市场活动执行专员的岗位 我们的两个方向 就是校园代理和职业培训 结果可以适合你 郑逊宇 校园 地推方面的一些 助理方面的岗位 今天在北京 谢谢 吴巴同志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在西安的岗位 是销售代表的岗位 希望你能够从头做起 顶峰 面向大学生和白领的新的品牌 熊样 还有一个叫枝子花开 你可以在这个系统里 做营运助理 好 谢谢 做一些现场体验 然后地推这样子的活动 让更多人看到 邵一位 我们正在做这个全国的校园的这种 兼职的平台叫一代送 我们上线了两个月 那有20万人 在我们上面去做兼职 帮校园做快递 所以希望你做我们的一个校园大使 工作地点也可以选择在北京 或者是西安 好 接下来在剩下的七盏灯当中 留下两盏 灭掉五盏 有请尹峰 家勇 有请尹峰 家勇 谈情不善感情 谢谢 有请尹峰 家勇 写下你们的薪酬 写下你们的薪酬 请揭晓 苏星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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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吗 你们为什么选我 这个问题好 为什么选他呢 因为你身上是有优点 你那颗不安分的心我喜欢 你的激情我也喜欢 而且PVGO其实恰恰是 来自于你们这个群体 你会给那个群体带来新的力量 来尹峰 虽然你现在书没读完 但是还是一个非常聪明 有悟性的孩子 我觉得你愿意思考 就像你刚刚的那些PPT 对 不见得完美 或者说非常正确 有一些点还是打动我的 行吧 来 考虑15秒 咖啡之一 福能集团 或者是谢谢在线 你的选择是 咖啡之一 去吧 PVGO我没有去选择的话 一个原因很简单 我和大学生一直在打交道的时候 我的能力只限于大学生 而且懂不了非常专业的东西 我希望我能学到 我自己想要学到的东西 为我以后来做铺垫 本栏目由港容蒸蛋糕 《港容蒸蛋糕》 《港容蒸蛋糕》 《非尼莫属》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创新创业》改变中共 每周二晚21点20 欢迎收看天津卫视 大型创业投资服务类节目 藏龙卧虎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进入观众投票平台 您的选票决定着创业者的命运 参与投票 您将有机会获得 创业者送出的 该创业公司的股份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